我們烏森的烹調方式 就是加我們這個什麼冬菇 然後菜 對 我覺得沒想到 它跟這個八寶很合 我沒有看過很多 好特別 它光是這一道 光是要入味就需要 兩包 三包 怎麼可以這麼入味 八寶好好吃喔 有 它們要一起吃 那口感很有層次 因為第一入味一定要 味道要夠重 但是它又不鹹 對 不鹹 它的味道調得剛好 它那個八寶弄得有點像 那個獅子頭的口感 肉很碎對不對 這道讚 我都要換媽媽了 當然是 不要 外帶 接下來這一道 這個是原汁鮑魚扣湖掌 湖掌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豬的那個提料 對 豬膝刃袋 對 那個透明的那個 豬皮筋 而且它那個豬皮筋非常的難煮 它要一直熬 一直熬 一直熬 非常的難煮 然後它原本的樣子是這個 整個手掌大小的一塊 可是它熬完之後會變非常小塊 撥起來 也是 你看 精華 那個已經精華了 這個東西 有一次我有挑戰 真的假的 你以為一直燉 一直燉 越燉越爛有沒有 沒錯 它會爛 軟軟的 很好吃 很Q 你再燉 它就硬了 它就是要在那個時間 所以它時間要算得非常的剛好 然後鮑魚又是難入味 對 所以這道菜 我覺得它挑戰了兩個最 比較難處理的食材 對 所以這一道菜 大家一定要嘗嘗看 好Q喔 Q是不是 豬 有一些之前有吃過 有喜酒的時候有那種菜 可是都吃起來假假的 你說鮑魚嗎 不是 就是那個餅 牛那個糊 糊掌 糊掌 好吃 這我切一下那個鮑魚 好 而且它的口感好 紅燒的口感好好吃 好香喔 它味道好香喔 有一種 講不出來 有一種傳統的味道 你看它鮑魚一切 就知道它有沒有入味 有... 對啊 真嫩喔 可以來... 可以啊... 你試試看 好好吃喔 我最愛吃過了 虎掌菜好吃了 真的 真的好好吃 今天除了膠原那麼不好吃 對 今天早上都黏起來了 所以今天這三道菜有沒有 雞凍 精華 然後這個烏森也是有膠原蛋白 這個虎掌也有膠原蛋白 吃完大醬滿滿一顆 膠原蛋白多好 你剛剛講 對 那種海參 還有這種鮑魚 湖掌這種東西 都是不好入味的 超難的 這個很入味 超入味的 而且它的味道這麼好香 味道很香 那個醬汁的味道 那個醬汁好特別 大廚是很特別的味道 它要挑戰這種高難度的味道 也是只有大廚才能挑戰 對不對 我平常也不太敢去挑戰這種 但我真的不敢 其實講真的它的乳汁味道 有一點重 但是它又配上下面的青菜 重點是這些菜冷了都好吃 對 一夜飯吃了再久 就不用一直去熱一直煮 對不對 然後打麻將打到一兩點 再拿八個飯或煮個麵 還是好吃 OK的 OK 我要約她打牌 好夾 好夾 再來是誰 好 是我 小朋友也可以介紹一個桌菜 有的時候我們這些當姐姐的 或者是我們這種老人家 也要配合一下小朋友 因為過年有的時候小朋友 他會想要一些新意 新長輩 他難免壓力會比較大 不管是為了將來的婆婆對不對 所以你總是要讓我們先 先幫你訊息一下 看你嫁不嫁得出去 好 看我眼光對不對 好 好的 今天要帶我們吃什麼呢 小朋友 妹妹 妹妹都在吃什麼 首先要給我們老人家 一個雞湯是不是 對 我要先給大家 現在很流行的一個熬雞精 熬雞精 對 它是熬的 不是滴雞精嗎 滴雞精其實它是處理的方法 不一樣 滴雞精它 每一個人拿一碗 就是比較精粹一點 可是在滴的過程中 會流失一些些蛋白質 沒有 因為其實它這一款是 市售上蛋白質最高的 的一個熬雞精 對 就醬料理包 對 其實這平常就可以喝了 可是我直接挑了這一家 我想說 我就直接挑一個老字號的 它倒出來的湯很輕 可是妳在倒的時候有沒有 感覺它已經快要擱擱擱 對 有擱擱的感覺 它那個膠質 有 而且那個香氣 嘴巴還是會那個 也是會黏黏的膠質 而且它的顏色很輕 其實它真的一天早上起來 喝一個一杯一碗 就這樣一飽 對 它就是要通促喝的 通促喝 通促喝 早上喝 早上喝 我們剛吃第一道的時候 我們先來 我們應該第一個天 這樣會不會有毒類 毒類 它還真的保有雞湯的那個 鮮味 對 鮮味的食物 而且它不只有雞湯 它上面寫說有老母雞跟豬肉 所以兩種營養一起 對... 因為這家店在底化街 然後它已經80了 然後我想說80年 可是重點是它現在可以 讓大家宅配 我覺得這很方便 滿方便的 就上網訂又可以來 對... 很方便 這個好 接下來介紹的菜就是 也是我最愛的蔥 對 對不對 海參來囉 它這個叫做烏森原蹄 其實我們剛起碼 它也發得很少 對 沒錯 很爛力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吃的 都是一些很多膠原蛋白的 那烏森之外它配豬腳 然後它是用紅燒好油的方式 然後再配韓國的花菇 因為花菇 對 也請說妳要 韓國的花菇 好嫩喔 我這樣一夾 骨頭又會掉 骨頭就快掉了耶 對 我也好愛豬腳 今天是走一個分離的路線 好吃 可以嗎 不要換媽媽 這個湯汁才適合 不要捏現 對啊 真的喔 而且我們剛剛又生不太有蘸到汁 對 但它整個的味道還是很毒 生生生 有入味 生好吃 它的生好軟 它豬腳也好Q 豬腳 吃少的 這個豬腳 我會長到 我媽媽 有奶奶的味道 很傳統的豬腳味 對 而且就是也沒有那麼多死鹹的味道 它豬皮好滑 它會滑進去的 一個不注意差點滑下石道 還好台的那種台豬腳 台灣味 真的 想念 很傳統 再來個麵線 它燉得剛剛好 沒有人 沒有人 這菜好吃了 這個又是烏森 有看到了 它這個 佛耀強 對 佛耀弓的蘿蔔跳起來 是不是 過年就是這樣 一定要有都有酥 它整味生 又有生 但其實它的重點是 我們剛剛都是生 都是什麼 它有個東西叫做 帝王蟹腳 有看到那個蟹腳 我還看到蟹腳 我不敢猜它是佛跳腳 對 但是佛跳腳 重要的就是要芋頭跟芋頭 還有芋頭 不是 小蛋 麗芋 芋頭 栗子 不是 跟花生都會一起在卡車上賣的 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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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久 是元宵節在等你一起聞到嗎 所以我答對有這鍋嗎 在那個過年我們都叫元寶 元寶 它像元寶一樣的 對 那它這個是什麼 它這個台股酥也一定要有 你剛剛講的蟹 那是干貝 對 干貝 鮑魚 對 所以它的創新的是這個帝王鮮 對 帝王鮮 它又增加一些海鮮的鮮味在裡面 對 而且它的湯頭是用扁魚 然後豬腳下去熬的 還有一些雞腳 又是膠原蛋白 對啊 這過年太開心了吧 這我就不跟你們學了 我自己來 新美姐我現在覺得臉好瘋 膠原蛋白 而且這個最特別的是 它是真風包裝 而且它的料理方式 這也是真風包裝 對 它是真風包裝 因為它可以寄過去 反正它是禮盒 但其實我覺得它很貼心的是 因為它裡面的料很多 然後它因為料很多 它就會 它是一個一個 對 一開一個一個分開 幫每個料分開 對 每個料分開 清清楚楚 好好喝 它是晾飯店 今年268道菜裡面的第一名 晾飯店才買得到 對 所以它就是 超市 對 它就全部 我把料理丟在電鍋 然後你們再去做其他事 一個小時之後回來 它就全部就好了 我們要做什麼事 就在旁邊做其他的事 可是它的湯頭也在裡面 對 都在這兒了 它就是台式湯頭 不然 要不然妳還以為這是什麼 烏森麵膜 我想說 沒有 我想說是你弄水嗎 最棒 應該會有湯 有... 對啊 媽媽 要取就要取 這首 OK 可以嗎 可以 我可以這樣了 OK 新年快樂 好耶 謝謝 最後呢 我們從最西邊 我們還是要往東邊移動 從傳統我們過來一點點 稍微時尚一點的感覺 我們剛剛來到不時尚的感覺 不是 我是說飯店 飯店本身 飯店比較新穎一點 Let's go 現在看到了我們來到了信義區了 然後它這也是一個 比較新穎的五星級飯店 然後它是希望大家就是 自己家裡面如果會煮一些小菜 你可以來跟他們外帶一些 他們的年菜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功夫菜 像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它叫做馬卡石壺鮑魚雞鐘 對 又是馬卡 那石壺也是一個 石壺是非常好的 對 它從南北朝開始 就是進貢我們皇帝 用的這個食材之一 然後湯底 為什麼覺得說大家在家裡 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等一下喝到湯底 它是用老母雞燉了 你那個醬汁 因為通常我們要把醬汁變稠 所以可能會放一些 可是它不是 它是放甘蔗 它是用甘蔗 它沒有那麼甜 甜 難怪它有一個天然甘蔗 太感動了 是不是 怎樣 感覺要出來了 對啊 是肉包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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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肉包眼皮 他剛剛叫我牙籤還沒來